全油管最快新闻,7月31日,北京房山区和门头沟区持续暴雨,导致房屋被淹没,村民紧急转移。 7月31日下午,门头沟区强险巡查时发现两人已无生命体征。 京津济地区降雨创历史新高,北京东西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。 受强降雨影响,海河流域发生较大洪水。 根据预报,北京东西城将出现强降水。 截至目前,门头沟和房山区降雨最大。 气象专家解释,地形、气流等原因导致降雨集中在该区域。 对于山区地势较高的房山和门头沟,一旦形成高强度降水,沙洪流速快,灾情严重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